《人事的狂欢》 《雨天天在发芽》 《为歌曲抚着梦交将框架》 《书信着你的规则》 《帮着我的白蜡》 《书信着你从上到你运动的火》 《说着需要我的心怀》 《想着到达成我需要如何唱歌》 其实我昨天还蛮紧张的 我第一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 这种心情 我刚才在后面试音的时候 我都是紧张 我也不懂为什么 那今天压力这么大 老板有跟你什么加油 人生第一场特别重要 没有耶 他们超放心的 而且没跟你说任何话 超放心的 就只是选服装而已 没有讲任何关于 唱歌表演还是什么回答 还是什么的部分 都没有 所以这套是老板选的吗 对对对 可能对我很放心吧 哈哈哈哈 诶可可是不是要来 算两天就可以看到她了是不是 她已经来了 嗯 她是在4月28号来的 我那天就有去见她啦 因为隔离有七天嘛 我们只可以见一天 然后我前两天就有去见她 我一看好我就哭了 我就哭了 我可以看一个小时半 我那一个小时半我都在哭 真的因为我觉得她很辛苦 因为她有哭 我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心痛 我会在想一个东西就是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很自私 妈妈她们没有一起过来 因为疫情啊 哦 没有办法 就因为现在还有疫情 所以要需要有工作证才可以来 哦 这样子嗯 所以就没有办法 嗯 我也很很想她们来 但没有办法 那有想过什么时候要再回去看家人吗 呃 应该 就是目前不会不会现在吧 因为就刚发专机啊 可能可能还要再迟一点吧 那除了想妈妈 应该也蛮想的朋友 我 我全部家人我都想啊 哪里可能不想 十个月 就 其实原本公司是讲一个月 哈哈哈哈 就 就 就十个月 就是十个月完全没有任何 亲人在身边 就是 偶尔还是会觉得很孤单 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吃晚餐的时候 我的哥哥他那天呃 信息我 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些 呃 要送给妈妈的礼物 然后他就讲 你不用担心啦 这边我settle 就是这边我解决 我觉得 你在那边拼你的 努力你的就好了 哇 我觉得 很感动的 因为我家人很少 会跟我讲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很感 他们也没有 没有因为 就是觉得太久没有见 就哎呀 你不要当歌手了啦 你回来啦 他们从来没有讲过 他们就讲 不用紧量要加油 我们很快就可以过去了 就 一直给我支持 这样子 我去不再追了 有我 最多 难过 就是 让我再热 我给谁的 孤独 让我再热 我需要 到哪里 去把车 我去把车 我怕过车 我更快就好了 我怕车